Dative這個 請各位一定要多多練習 這個地方以後不是說只能夠丟那個Dative這個函數 你只要看得到的你之前做的公式 都可以用容量的方法把它輸出 OK 前面很多嘛 你可以把它變成像這種 直接丟出去 它就自動怎麼樣 把公式丟到儲存格 要有個清除 所以回去的話也許可以把前面我們做過練習 只要做過練習 都可以利用這種方式丟公式 它的關鍵就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如果它本身的公式本身有雙引號的話 那你記得一定貼上去之前 我是建議如果很多個 如果一兩個那你不要一兩個自己改一下的話 如果很多個你可以用取代的話 這招還蠻好用的 第二個就是說裡面如果有裂號的話 記得把它改成I 做法其實如果你怕旺 你用背公式也好 雙引號算移到中間 然後再把I放進去 再空格一下 基本上我想你只要動作不要做錯 應該都可以很順利做出來 沒問題 OK 那我是建議就是慢慢你有那種做出來 然後有成就感 然後會越來越做純熟 然後越來越有信心 然後每個地方都全部都把它變成自動化 哇那感覺其實你會發現你就不一樣了 OK你來學這個課就真的是有意義了 OK也是真的沒有浪費到時間 好OK那再來的話後面還有 所以我們把一些比較重要的 接下來E day函數是做什麼 其實E day這個函數主要是幫你計算月份的 我剛講過了 其實日期裡面最討厭的是那個計算月份跟計算年的 為什麼因為月份它有不一樣的天數 30 31 28 29對不對 那如果說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幫我們計算 可是特別注意 這個E day函數也是後來才加進來 如果說你今天沒有這個E day函數的話 假如說奧運的時間我們改一下2020好了 好像7月24號吧 這邊把它改一下 這個當然不是很重要 不過大概就知道一下 那如果說我今天奧運的當天 那當然就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日期 把這個日期帶過來打個勾 OK 那奧運的三個月之後的話 三個月之後 那當然顧名思義 三個月之後 就是把這個日期怎麼樣 加上3 可是問題來了 加上3 那你怎麼剛剛好是9月24呢 特別注意 如果用標準的做法 所謂的標準做法是 你第一個 你要先插入一個函數 你要用Date函數 因為你現在要計算的是日期 所以請各位第一個要用Date Date之後的話呢 它會跳出YMD 就年月日 那你必須怎麼樣呢 先外面包一個year 也就是說先把什麼呢 把上面這個日期的year 哪個日期 奧運當天日期 2020這個年帶過來 再把月帶過來 所以曼時要包一下 那特別你不能說點一下就算哦 你還要自己打那個曼時 把它的年月 日的話呢就對啦 所以其實還好是前面有那個 你照著打就可以 只是瓜五你要把資料帶過來 那如果你要計算的話 後三個月呢 你就怎麼樣呢 加3 特別是要只能在這邊加哦 你不能說你直接就加90天嗎 不對啊 加天還好 加月跟年就麻煩了 年你也不能說我加365天 不一定啊 有的366天怎麼辦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怎麼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它帶過來的就會是 應該是10月 那後三個月的話呢 其實那當然公式一樣 只是差別在哪裡呢 差別在後 前 前的話應該是怎麼樣 就是把它怎麼樣 改成減的 打個勾 不過你會發現 真的超麻煩的 date 一個 YMD 四個函數 所以 如果你會用e-date 你就不會用這個方法 e-date是什麼意思呢 e-date函數 其實就是 幫我們把剛剛的方法簡化 什麼意思呢 star day 這一天嘛 mines 三個月之後 輸入3就可以了 它就會回來 一個 但是它回來是一個數字哦 那你怎麼辦呢 把它儲存個格式 改成一個日期格式 我用標準的就好了 有沒有 剛好是166的4 如果 所以你會發現 e-date如果跟剛剛那個比起來的話 那簡單太多了嘛 可是問題 這個是e-date是剛好有的 像剛剛同學問到那個 計算時間的話 其實時間差別就是說呢 把那個剛剛的什麼 剛剛的那個年月日 改成10分秒 所以剛剛這地方的話 我們這個date有沒有 計算時間跟這個差別是 就是把date改成time ok tie函數 然後把年月日改成10分秒 其他計算的方法都一樣 如果你要一個小時之後啦 你就加小時 分 然後秒 然後呢 tie函數更麻煩是 它沒有像daydiff 它如果tie-diff就好了 可是沒有 ok 它也沒有e-date 可以直接計算幾分鐘的 很麻 不過還好 分分鐘好像都60分鐘 一小時24個 一天24也是標準的 所以相對的比較好計算 所以特別注意 e-date函數主要是算什麼 算那個幾個月之後 所以前後三個月 當然你這邊的話 也是可以把這邊 把它公式貼上 也許再把它-3就可以了 這邊把它-3 不過它回來一定也是個數字 比較麻煩就是你可能要自己在格式化一下 ok大概這個地方比較麻煩 其他應該就ok了 那weekday的話 剛才我提過啦 所以你可以給這個日子 然後回來是禮拜幾的話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 因為這weekday剛剛有做過 你就把這個給它 然後回來的話 5的話 你按確定 那應該是禮拜幾呢 第一天禮拜一嘛 那是禮拜四 那你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你可以格式化 格式化成你要的那個格式 那就ok了 所以其他 自己再把它完成 那ymd剛剛有特別提到 就是用year month day 可以把你要的那個 日期裡面的某部分的資料 年月日帶過來 那再來的話就tie函數啦 tie函數我剛剛有特別提到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第一個10分秒現在是分開 你要把它變成一個標準的時間的話 那你就是必須要怎麼 用tie函數 所以這邊的話 你第一個先用tie函數 ok 第二個的話呢 告訴他說你的10 你的分 你的秒 必須要給他之後 他回來的話呢 會是一個小數點 那我剛剛跟我講過 小數點的話就是一天24小時 所以一個小時是24分之一 然後他就換算 結果就是這個按確定 那當然你也可以怎麼樣 再把它做格式化 然後格式化成什麼 格式化成有小時分秒 然後是ampm 他回來結果 如果你要計算的是 比如說20分鐘之後的話 那你一樣怎麼樣 在這個tie函數裡面 20分鐘之後加上20 ok 那他就會怎麼樣幫你加 不過你會幫你70哦 那70你想說會不會有7點70分 沒有對不對 那不過你想他有那麼笨嗎 他應該沒那麼笨吧 按確定看看 你會發現他8點10分了 有沒有他會自己幫你淨位 他沒有那麼笨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計算的話 時間就是從這邊 hour minisecond裡面去做加減 才ok哦 那另外就是說我剛剛提過了 0 剛好整除是0.125 0.125剛好就是除以3 所以你往下拉 剛好是0到1有沒有 這個是12點 0到隔天的12點 剛好就是1嘛 如果你把它按右鍵 0.125把它儲存隔4的話 日期 跟時間 假設我一樣找這個 你會發現 有沒有 有沒有 因為剛好3個小時 0.125嘛對不對 所以3個小時 3個小時 3個小時 這樣的話可以 應該就可以理解了 這個是當天的 這是隔天的 隔天就剛好24小時 剛好就1了 所以他的邏輯是這樣 ok大概知道一下 那再來的話 剛剛有同學提到有關那個 算公時的 那如果說呢 你哪一天到 總共的數 這個地方有兩個 一個叫networkday 這個地方指的是說呢 總共幾天 如果你要的結果是天數的話 那你用networkday加S 它是一個負數 那workday是哪一天 如果你回來的希望是 比如說這一天是簽約日期 120天之後是哪一天的話 那你可以用workday 你會發現networkday是多少天 那這個是哪一天 兩者差別 在這裡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 這兩個主要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 他第一個一定會避開六日 就是算完之後 把禮拜六 禮拜天一定已經幫你扣掉了 第二個就是說呢 如果你有國定假日的話 你可以告訴他說 哪幾天是國定假 但那個國定假日不見得是 只有公告的政府的 如果你們公司剛好出國 比如說哪一天 你也可以把它加進來 那一天如果不算的話 你也可以把那些假期都放進來 比如說我今天呢 假如說我今天是 比如說這一天到這一天好了 那公司幾天 那我可以插入函數 用那個networkday 特別說這個 加S是天數 那沒有那個S是哪一天 可以這樣寄 我習慣是這樣 看有沒有S 好 複數的話呢 那他會跟你講說 哪一天開始 這一天開始 哪一天結束 這一天結束 那他自動就幫你扣掉六日 所以呢 除了六日以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holidays 所以如果已經是禮拜六 禮拜天的話 你就不要再把它加到這個清單裡面 你就選一個清單 有沒有所以你也許把那個清單做好 放在哪個地方選一下 那這些天他也幫你扣掉 OK 那扣完之後 他就告訴你說 按確定 總共是多少公司 他會回來給你 我是說如果是想要幫我試試 要趕快分析 是整年度 比如說208年 整年度他要整 對 就是說那個 如果那個放假日已經是六日 你就避開了 因為反正已經六日都已經幫你剃除了 對已經減掉了 對然後除了禮拜六禮拜天還沒有 然後也是放假日的 你就要把那個清單list出來 就是在這個區間裡面的那些休假日 那你就要做一個清單 你就那個清單把它選進來 他也會幫你扣掉 OK 除了禮拜六禮拜天已經扣掉了 OK 那另外那個workday其實就剛好顛倒 我們回來是幾天 阿是回來是哪一天 所以如果說workday 假如說這個 開始然後這個結束的話 那當然一樣你就workday 然後workday跟這樣 哪一天 start day這一天 多少天之後 120天之後 扣掉holiday 哪一天呢 按個確定 他回來這一天 因為這個範例比較舊 你可以自己再把它改一下 也許把這裡面的日期 也許用取代吧 Ctrl H 裡面的話也許你把2015改成 2018吧 也許這邊 感覺會比較接近我們現在的時間 把它全部取代一下 這樣回來的話就這一天 你也可以自己去更動那個日期 那應該沒問題啦 不過只是說像剛剛同學問的 說真的還是要 基本的邏輯 基本的方法是這樣 但是如果像他算KPI的話 那可能你就要再去活用這些東西 裡面能夠用到的時間跟那個日期概念 記得 Date跟Time這個非常重要 這是最基本的 那剩下來就經驗了 那OK 如果有才還有問題做不出來 我建議你可以打包成一個範例檔 類似像這樣的範例檔 你把你那個問題整理出來 你可以也許再來補充也OK 因為如果你都會那你就不用問了 你把你不會的部分抓出來問 這樣會比較能夠得到你要的 而且你的問題也是大家的問題 你的盲點也是大家的盲點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大概應該差不多 其實其他可能沒講到的日期時間函數 請各位自己再花一點時間 那待會請各位幫我做一件事 就是做年曆 我希望呢 這個年曆希望給他第一天 不過也許可以把它改成2018好了 然後呢我希望 先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再產生底下的天 然後向右向下 一整年年曆就產生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禮拜六禮拜天幫我用不一樣顏色 然後再來的話呢 最後還有一個 本來已經這樣就OK了 後來同學說 老師我希望 這個中間自動幫我再插入空白列 為什麼呢 因為我可以在下面做形式列 對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只是說呢 如果用Excel裡面的函數是辦不到的 那你要用竹法鏈鋼 竹法鏈鋼每個 他在插入列插入列 所以其實可以用VBA來代勞最快 而且甚至VBA 只有同學說 老師那我可以插入列 我可以快速刪除列 有沒有 之前有同學問到說 老師我想要 有的時候他好像做會計吧 他說他希望可以插入空白列 然後也可以馬上刪除空白列 他以前都突發鏈鋼 可是也沒有辦法用VBA來做 當然都可以 我講過了 只要滑鼠鍵盤能做的事情 VBA都可以做到 那請各位先試著練習 我剛剛講的E-Day 然後後面幾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做完的話可以再看一下綜合練習 待會我們就是要完成一年的年曆 可以配合剛剛的方法 向右向下 整個細呵成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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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